提摊话题来看到台湾直篮的巅峰对决 林书豪林志杰首度交锋 在25号晚间于高雄的主场正式上演 最终由林志杰所属的富邦勇士 以101比95带走胜利 赛后也被问到跟林书豪交手时的感想 他表示觉得非常荣幸 能够在篮球生涯跟这么好的对手打球相当光荣 上场不需要热记一出手就是三分 野兽林志杰南下高雄打客队 对决林书豪也没在手软 林书豪 马上也回送一颗中距离 豪哥Carry起来 球迷终于等到两队S级王牌的正面交锋 面对豪哥的防守 杰哥正面对决直冲进去轻轻松松 把球放进做颗钢铁人 勇士没在客气 整队爆砍19颗三分球 即使林书豪整场角出22分亮眼成绩 最终仍以101比95输球作收 很开心很荣幸 对啊比他的能力已经不用去多说 因为现在他就是可以把整个当年 不管在进攻端防守 我觉得还有一些年轻的都让他们 就提升了一个档次吧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对啊我可以保证40岁我肯定不会还在打球 这个我能保证 你可以看到40岁的一个人继续这样子去打 真的真的非常优秀 真的非常优秀 所以可以跟他打也是非常好玩 豪杰首次交手英雄系英雄 豪哥虽然吞败 不过球迷看得很过瘾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